一年一度的TVB无线电视台《万千星辉》颁奖典礼正式开启 现场红毯也来了 TVB出产的剧集堪称一代人的童年回忆 然而 不知从何时开始 港剧港影都一步步走向了落寞 TVB也不例外 近些年越来越频繁听到一句话 TVB没人了 现在的人都不认识了 这一次红毯也是又一次验证了这句话 陌生面孔太多了 真的都不认得了啦 还好 出席这场颁奖里的明星们心气都还在 女星们一个比一个穿着大胆 拼命展示身材强劲 为了不辜负她们的努力 就来简简单单围观一下吧 最先亮相的是香港小姐们 虽然一个个穿得都好像睡衣 但睡衣也有心机 走在最前面的冠军 一身紧身绷带装勾勒出好身材 季军有心展示紧实小腹 等到石墙站在一起 伸腿的伸腿 挺胸的挺胸 越站外侧越要努力呀 只是建议下次也追求一下礼服质感吧 悠有陈自瑶这一年也算是情场失忆 事业得意了 先恭喜她入围最佳女配角奖了 难得在TVB活动上看到如此华丽的大礼服 有扭呼噜悠悠的架势了 美得很有气势 不过 等陈自瑶一转身 画面秒变 我真不能忘记展示身材哦 礼服边缘都飞起来了 只是没想到 有人比悠悠更拼 来看美背比拼 女配角都这么拼了 提名了女主的各位 可不能输啊 来看钟嘉欣 林夏威 黄志文 姚子玲四妹 提前开展 先来看相当佛系的姚子玲 露奸礼服在这场红毯上 只能说一句中规中矩了 发际线也有点诡异 锁骨倒是漂亮 黄志文的身微长裙还不错 但也有点平平无奇 发型有些失策 钟嘉欣银色西装比较普通 网文内搭才勉强算有点味道 可惜钟嘉宝宝身材长处不在此了 口红色号还选错了 显得整个人气色不太好 眼妆也有点脏 造型失策 这波红毯迎面最大的 还得是林夏威啊 前前后后起起伏伏 怪不得能成为第二热门呢 只是妆容有点用力过猛了 要是能和钟嘉欣中和一下就好了 不得不说 香港女星红毯表现实在大胆 她们的礼服设计本就心机满满 结果还很少做保护措施 有时候真是替她们捏一把汗 妹妹 记得等下不要侧面对镜头了 这可是直播 还有一众真空系列 真空裙 真空西装 说真空就是真空 不仅要真空 还有配深微 恨不得微道 肚脐眼 当然 我们还是鼓励所有人都能大胆展示优势的 爹妈给的 自己长得 漂漂亮亮 赏心悦目 有资本 为什么不能展示呢 尽管港圈没落了 但女明星们的自信还在 这样很好 大家笑起来 都很美 马国明也是中规中矩的西装 最后还是有点可惜 这次没能看到太多熟悉的面孔 看着穿得暖暖和和的 龚慈恩和滕丽明 顿感亲切 他们现在的模样也许和记忆里完全不一样了 但曾经的美好 不会忘记 整体来说 这场红毯还是很精彩的 亮点不少 下次保持哦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请不吝点赞